好 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今天的疫情进展 是的 相信大家已经从各个管道 被今天的确诊病例再次给震惊到了 连破两天的新高 今天确诊人数再且新高 多达5728宗新增病例 比昨天的还要高一些些 那一点都不夸张的说 我国如今的确诊病例 已经进入了两天破1万宗的暴涨速度 卫生总监诺西山就指出 国内至今有319人在深切治疗部ICU接受治疗 那这也意味着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人数呢 再创新高 而活跃病例也再度攀升到47388人 另外今天新增13宗死亡病例 同时有3805人治愈出院 而对于我国的这个病例不断攀升 卫生总监诺西山其实他也有话说 他今天早上很感叹地表示 政府基于经济考量放宽行动管制令2.0的管制 可惜人民不加以珍惜 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结果就导致确诊病例一直上升 他因此欲请人民急于配合 齐心对抗疫情 如果人民懂得自律的话 那么政府就无需要再落实行动管制令 诺西山同时也解释 目前几乎全国都沦陷成为了红区 那当中很多人更在行动管制令落实之前回乡 结果就把病毒给带回家乡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举动 本质的毒品准作业